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5月30號凌晨2點鐘 這個原初夢境基本上我剛打了一個不錯的分數 但是應該是明天才會更新 因為你打完之後你的這個紀錄要每天的0點才會更新排行 也就是隔天 反正我過關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基本上就是參考排行榜大大 有試過幾種這個怎麼說呢 幾種冰裝都沒有這個雙連月 所以說基本上人家會排名在前面的這個 使用的冰裝跟技能都是值得參考 那我覺得下一次的這個怎麼講 因為他是一個一個賽季嘛 所以我覺得每一次賽季都會做調整 以這個不朽之旅的這個的特性來說 雖然說怎麼講呢這個玩的人不多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會做一些這個 不論是冰裝上的調整啦 平衡度的調整 那這個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可以調的話就是可以調的東西更多 那這一次的話我覺得大概就是鎖死在這個 連月這個武器上面 因為這個攻擊速度快 打多體 然後又有這個什麼暗屬性的這個什麼爆發吧 所以這個輕怪才快喔 而且又是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又是有這個六隻敵人 所以說你單體打的 打的痛打的快也沒有用 因為那個這個最後排行是拚速度的 那基本上呢 大家都選擇使用這個勇者無敵無限平衡啦 那其他的話就是大概是隨意搭配這樣子 那這個技能的話呢 真紅毒蟹是一階技 因為這個還有再加暗屬性傷害 那二階的話呢 其實就有刺服 然後也有魔法盾 那三階的話血也比較多 那四階的話就是各種都有 有些使用八招斬啊 那個器具的那個被動 然後暴走這個也不錯 就是純粹增加傷害 還有加這個暴擊率 但是呢這個以目前來說 我覺得開場變得是蠻重要 因為開場的話呢 如果是說在一開始的冰裝 你沒有選到黑貓或是選到連月的話 基本上我就會重來了 因為那個 他會很嚴重影響到這個後面打的順不順 所以說為了不要浪費時間呢 我覺得開場多刷幾次 如果在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算是這個 這個是鐵匠鋪嗎 這個地方如果說你沒有選到連月 或是黑貓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重來了 那另外呢我還會再多重來一件事 就是一開始呢 這個怎麼講呢 精英怪出現的這個次數 這條路線多不多 因為呢一開始的話 怎麼講 第一層的話只會有第一階的這個技能 所以比較好刷到你想要的這個技能 那你到了第二層就會一階跟二階的技能一起刷 到了三層的話就是一二三階一起刷 所以那個隨機性的那個參數就會變得很多 所以你最好是在一開始 一二階的時候 趕快把這個 第一階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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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性給刷滿 那如果說你把其中一項技能呢 給點滿之後呢 他後面就不會出現了 這樣子你也可以少一點隨機性 其實影響不多 運氣好就運氣好 但是前面的話 我會看一下這個精英怪的次數多不多 譬如說這個 譬如說這個 一開始一定是先走鐵匠鋪 因為我要確認說這個 有沒有辦法獲得黑貓或是連月 因為這兩個冰裝獲得了之後 打後面的王才會比較順 最好是連月 那再來就是看這條路線 他的精英怪的出現 譬如說我現在是要走右邊 對不對 那這樣子精英怪我會碰到一隻 兩隻 那我覺得兩隻太少了 所以我會重來 好重來之後再看一下這個路線 我要選擇這個鐵匠鋪的話 是在這邊 這一條路線的話 那精英怪的話就是一隻 哇更少 所以重來 這樣也不要 好那如果是這邊的話 就是鐵匠鋪在這邊 然後一隻精英怪 兩隻精英怪 這個是加持綴的 這裡也不錯 所以這邊有持綴 可以碰到持綴兩個 我覺得也OK 持綴也是也是基本上一定要碰到 所以像這個的話 我覺得精英怪一個 然後精英怪兩個 雖然精英怪少一個 但是我這邊可以碰到兩個持綴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可以試試看 好那我就開打 那這個影片不是要打完 因為其實打到中後面的話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這個順不順 因為有的時候 可能開槍很順 然後到了第二層第三層之後 哇突然你想要的技能 怎麼刷都沒有刷到 然後這個金錢就全部都浪費掉 真的這樣也是很歐喔 好假設第一關都過 那前面的話 我都不會選擇任何的這個裝備 為什麼呢 如果說你後面這個金幣 點上去的話 那你金幣的話 你就是直接選擇這個夢境金幣 那頂多呢 這些夢境金幣選到最後面呢 你去商店後 去買那個9塊錢的那個藍裝就好 為什麼要買藍裝呢 因為藍裝的話 就是為了說你附魔上去後 它才會吃到這個附魔的效果 所以一開始的話 先用這個爛裝就好 不用急著刷這些屬性 那只要讓這個有地方可以附魔就好 那到了第四層第五層 再把這個金幣用掉去買 就可以了 因為那個裝備會隨著你這個 這個進度前進慢慢出現越來越好 前面的裝備真的是太爛了 所以你選的話 選的那一格就是有點浪費那個次數 所以一般來說 我在第一第二層 我幾乎全部都是選這個金幣 這個夢境金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第一次遇到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命運之門選擇 這個打造武器有沒有辦法出現這個聯運或是黑貓 選擇 有黑貓 有黑貓的話我覺得就可以開場了 那當然是聯運月最好的 但是黑貓我覺得開場也OK 在有黑貓之後你會發現說 哇這個傷害變得很快喔 他的那個持續的傷害 一下子之後呢 就推得很順了 但是到了第三層之後還是要換 第三層之後還是要換聯運月 因為那個聯運月打的那個速度才快 然後哇 這樣子刷了三次刷了四次 現在才刷到這個真紅毒蟹喔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開場就沒有很漂亮 因為第一個沒有拿到聯運月 第二個我剛剛這樣刷了很多次 所以也許我會考慮重來喔 不然再看一次喔 看你可不可以就是說一次刷都不用刷 就直接刷到這個剛剛那個一階季喔 那這樣補華了喔 這樣至少一開始選到兩次 所以這樣勉強可以接受啦 好換下去 然後真紅毒蟹上來 這個是增加暗屬性傷害 當然黑貓的這個 這個冰裝的那個效果也是暗屬性喔 我們可以從這個冰裝庫知道說 這個目前呢 它是會隨著每一層 慢慢提升這個星級 所以說這個跟你自身的這個冰裝 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黑貓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聯運月 都是吃這個暗屬性的傷害 所以說大概 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大家才會選擇 一階都是選擇這個 這個毒蟹的這個原因喔 好 那這個就是 原初墓鏡我目前開場會做的事 所以說就是 開場的話會多刷幾次 這樣子 後面推起來 勝率會高一些喔 那就給大家做個參考 OK 好那影片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現在見 掰掰